在手机游戏玩家的眼里 红魔游戏手机向来是性能高分榜上的常客 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经过数年的激烈竞争 目前它应该是国内维亚专攻游戏领域的手机厂商了 相当的不容易 另一家就是以游戏笔记本著称的华硕ROG 可能红魔觉得第一代手游玩家 进入大学参加工作阶段就需要一台高性能的笔记本电脑 就像跟风玩《黑神话悟空》这样的三游戏 也得搞一台吧 做一出打性能和高颜值的品牌 为啥不在游戏本市场参与岛呢 虽然现在比日本市场早已厮杀成一片红海 但是红魔入红海那不是回家吗 于是今年7月就有了红魔游戏本16 PRO 红魔的第一代游戏本 老闪对红魔的印象一直不错 于是这次就搞了一台 目前已经使用了一个月 今天就请大家和老闪一起来体验一下 手机产商做游戏本 靠谱吗 对于通常玩手游长大的零零后这类玩家来说 各大游戏笔记本品牌通常是指纹齐鸣 却没有一个直观的体验 可能有个大概的印象 外星人雷蛇是高端品牌 其他注入机械革命 神舟红米是性价比品牌 第一代游戏本产品就很容易形成大众对一个品牌的刻板影响 而价格是影响品牌定位的直接因素 红魔手机定价是在5000-7000元左右 性能也很强 怎么看都是一个偏高端定位的手机品牌 这台黑色的红魔游戏本16 PRO 它的官方定价是10999元 这个价格就很微妙了 你说它是中端游戏本吧 但价格超过了1万元 说它是高端游戏本吧 它的GPU又不是高端配置 而是最近两年最常见的英伟达RTX4060 另外还有不同配置的银色版 搭载了RTX4070显卡 价格就飙升到13299元 这肯定算是整高端游戏笔记本的定位 我推测可能是搭载RTX4080和4090的游戏本太贵了 动辄都要接近2万元甚至更高 而游戏本拉满硬件配置达到顶配性能 价格上限要比手机高得多 到3万都有可能 而红魔又是第一次推出游戏本 如果直接上马顶配硬件 那产品经理真有可能就是脑袋进水了 非常的不明智 这个时候可能有些小伙伴就要产生疑惑了 2024年搭载RTX4060显卡游戏本 价格不都在七八千元左右吗 凭啥红魔就敢定到一万出头呢 难道只有大幅度的品牌溢价 电脑行业价格那是相当的透明 早就被网友们研究透了 几乎每个数码爱好者 都能对电脑配置提一提自己的看法 甚至发烧友都能充当产品经理角色 对于入门和中端游戏本来说 主要硬件配置就决定了价格区间 很难让性价比档产生品牌信仰 大多数游戏本为了节省成本采用的都是塑料外壳 顶多拉点花纹 小伙伴们买到入门级的游戏本呢 也基本都是塑料外壳 尤其是傻大黑粗的工膜本 红魔游戏本16Pro为了体现做工和质感 弹用了CNC一体成型的铝合金外壳 A面C面D面呢都是铝合金 阳极氧化工艺呢让表层更耐磨 抗腐蚀性更好触感呢也不错 居然用上了和雷射游戏本一样的工艺 还记得我2020年第一次使用雷射零刃时 就觉得非常的精巧坚固 但价格呢也真的非常感人 两万起跳吧 黑色的外壳和红魔logo呢比较搭 视觉上很简约 质感和触感呢都相当不错 比塑料强太多了 就是这个外壳的边缘呢会有点锋利 做个圆润的导角呢可能会好很多 设计师呢可以提醒我的意见 笔记本底端封道进气口呢 开孔比较大也做了一点设计 感觉还蛮好的 挺有科幻感 打开笔记本 屏占比很高 窄边框呢非常棒 但如果屏幕呢摊屏就更好了 会显得更加高级 搭配了戴RGB灯光的全尺层键盘 有单独的小数字键和方向键 但目前的光效呢还很少和一些老牌子呢 有着不少的差距 键盘呢坚持有点偏短 但手感还不错 有一点呢想要吐槽 就是电源键的图标是个红魔的logo 键盘两次的边框也很窄 总体上是脱离了傻大黑色的直观印象 那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触摸板的位置呢 有点偏左 我更喜欢中间对称 AZ玻璃面板手感呢也很不错 好评 笔记本的后端呢还是有点厚度的 前后并不均匀 重量呢大概是2.4千克 不算笨重 但如果能做到2.1到2.2千克 手感就会更好 但这样的话呢 就会牺牲散热和电池容量了 外观角度来说呢 红魔游戏本16%的确比普通的游戏本上档次不少 很容易进入颜值档的筛选范畴 说了这么多 我们一起来看看主要的硬件配置 游戏笔记本最重要的就是CPU GPU和屏幕 其中GPU呢是重中之重 红魔游戏本搭载的是RTX4060显卡 140W满雪版 8G显存 因此游戏性能呢有保障 那也很难和其他的终端游戏本拉开差距 最大的差别呢 可能就是散热带来的性能波动了 这台笔记本呢支持双显三摩可独显输出 也支持混合输出 好评 CPU呢搭载的是英特库瑞 i914900HX 24核心32线程有8个性能核 单核锐频呢最高5.8GHz 在当下呢是妥妥的顶配 也和其他的普通中端游戏本拉开了差距 但只是从玩游戏的角度来说呢 其实大多数游戏吃的是显卡 并不怎么吃CPU 自乎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不平衡 EZO14900HX怎么着也得配个4080吧 但如果是从工作软件的角度来说呢 大部分软件在满载运行的时候呢 它其实并不怎么能依靠GPU加速 单纯靠CPU 例如摄影师常用的图片处理软件 LRT Letter Room等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显示屏游戏玩家 应该最关心的就是刷新率了吧 这台游戏本搭载是一块R560×1600分辨率的屏幕 16比10比例非常好评 刷新率呢高达240赫兹 并且支持100%低赛P3色域 最大亮度呢为500尼特 我们再来手动测一下它的色准 实测得它一直呢小于1.7 色彩相当精准 无论是从游戏专业设计还是影视后期角度来说呢 这块R5.5K的屏幕都做得非常好 只是很多3A游戏如果开到最高画质 很难跑买200帧 屏幕的上方呢还有一个1080P摄像头 以及挨压红外摄像头 支持Windows Hello面部识别解锁 如果能加个滑盖组件就更好了 我喜欢 拆开笔记本后盖 我们就可以看到内部的设计非常的工整 很清爽的黑画风格 主板上设计了双内存插槽 看了一条三星16G DDR5 5600MHz内存 16G运行空间呢 对于绝大多数游戏和软件都是够用的 基本上无需R次升级 除非你经常做AE后期 可能加到32G以上的更好 存储方面 内置了一块PCIe 4.0规格的高速以TP固态硬盘 并预了一个MR接口 但不知道为啥固态硬盘插槽呢 设计成了上下堆叠的形式 这可能会影响两块硬盘的散热呀 温度过高的话呢 速度也会受到影响 叠叠了差评 那1TB的固态硬盘呢 对我来说肯定是不够用的 于是我就整了一块奥瑞克的2TB 高速固态硬盘黑金O7000 自己加进去做存储盘 同样是PCIe 4.0的规格 读写速度呢 接近7000兆每秒 偷偷的够用了 不知道是不是成本限制 很少游戏版呢 愿意提供2TB的固态硬盘配置 可能觉得大部分玩家用不到吧 但是大硬盘呢 对我来说就很有吸引力 外置接口方面呢 非常丰富 没有什么值得吐槽的地方呢 分布也合理 三个USB-A接口呢 可以用于外接键鼠移动硬盘 很实用 而且都是高速口 一个HDMI 2.1 最高可以实现8K60Hz 或者是4K120Hz的画面输出 到顶了 后方呢 一个雷电4接口机 支持100W快充 用的高速口碑数据 毕竟大概是40G高带宽 笔记本左侧呢 还有高速SD读卡插槽 拍完视频呢 可以马上备份 甚至呢 还有iJ45网口 打游戏的时候呢 可以保证网络的稳定性 3.5毫米的耳麦接口呢 是标配 最后呢 来说一下电池和电源 这台笔记本呢 内置了80瓦时电池 不算特别大 打游戏的时候呢 还是要靠外接供电 电源支配器呢 可不轻有837克 最高功率呢 支持280瓦 旅行重量加起来呢 也将近3.3公斤了 游戏笔记本非常讲究散热 老玩家基本看一眼 硬件配置之后呢 都会非常关注散热设计 散热不过关 芯片就会降频降功好 就像手机打游戏过热 会卡顿一样 红膜在游戏手机散热这块呢 可谓是惊艳丰富 什么风扇均热板 铜板石墨烯通通搞起来 因此拿到红膜笔记本之前呢 我对它的散热模块 抱有非常大的期待 那我们拆个机 机器采用的是比较常见的 双风扇四热管设计 铜管算是比较厚 风扇的尺寸呢 也不小 没有整均热板石墨烯之类的花火 那CPU和GPU填的都是传统的 导热规制 没有液晶泄漏的风险 笔记本的两侧和后方呢 都有散热口 加上铝合金的外壳呢 散热表现应该还不错 虽然电源配置有280瓦 额定功率 CPU和GPU单烤理论上 都能达到140瓦 但实际上双烤并没有那么高 不会双双逼近功耗强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满复核情况下的散热能力和稳定性 同时能够运行Ada64和Fullmark烤机 建议满复核运行的时候呢 电高笔记本可以达到更好的散热效果 用笔记本指甲甚至瓶盖都可以 测试时室内温度约为24-25摄氏度 用软件将CPU和GPU双烤30分钟 直接来测键盘面的温度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热成像分布图 键盘中心约为45度最高温度 出现在键盘的右侧约为47度 笔记本掌握区域只有35度左右 右手操作鼠标的区域约为27.5度 温度不算高 没有烫水的感觉 此时GPU芯片封装温度在86度左右 整卡功耗约为135瓦上下波动 CPU温度为77度 功耗约为55瓦左右 两者总功耗约为190瓦 两个芯片其实都没有达到功耗强和温度强的上限 所以散热压力并没有预想中的高 不知道后续厂家会不会解锁更激进的上限设定 在风扇专速和噪音控制方面设计了三种散热模式 根据性能的释放需求可以随时切换 日常低负载使用的时候可以让游戏本的噪音变更小 满负荷听风扇噪音距离笔记本约40厘米 实际测试结果为54分倍左右 属于中等水平不算低 不知道大家打游戏的时候觉得噪音吵不吵 了解完三热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台笔记本的基准性能跑分 由于我的手头没有同配置的其他笔记本 所以没有参考数据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对比一下 插上外接电源笔记本开启觉醒模式 开启独显输出以最强性能跑分 我们先来进行常规的基准测试来看一下CPU和GPU的分情况 让大家有个初步的概念 先来看一下CPU-Z的基准跑分单核为856多核为13094 在3D渲染性能方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Cinebench RR4多轮基准跑分 Cinebench RR4单核为125多核为1529多核渲染效率非常高 在经历了3DMark图形性能测试方面 我们通过Time Spy进行R.5K和4K两种分辨率的跑分 来看看不同画质设定下的帧数表现 3DMark Time Spy 2.5K分辨率测试 综合得分为10990 4K分辨率测试综合得分为5255 在光追表现上我们来看一下皇家岗 2.5K得分为5786分不算流程 由于RTX407显卡有了新的DLSS3.5技术加持 所以我们也顺带跑了一下4K分辨率下的DLSS效果提升 设定光追开启 超分辨率设定为性能 增深层也开启 经过测试 DLSS关闭状态增速为10R DLSS开启状态增速为50R 从数据来看4K光追踪在下不开启DLSS功能 基本上就可以说是游戏画面卡成了幻灯片没法玩 但如果游戏支持DLSS功能就可以达到60帧左右的流畅及格线 体验提升相当给力 黑神话悟空就支持英伟达DLSS3.5 所以红墨游戏本搞定这款3A大作应该不成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单机游戏的实际表现 网游就不做对比了 因为一般网游模型的精细度和画质是要低于同期的3A游戏的 同频多人对战的情况又不一样了 不好对比 测试游戏分别为黑神话悟空 赛博朋克R077 地平线5 戴森球计划等 具体看笔记本屏幕1600分辨率下的表现 4K略过 硬件要求太高 游戏画质设置到最高 分别测试默认五光追状态 开启最强光线追踪状态 以及最强光线追踪加DLSS开启状态 首先我们来测试下进气热点黑神话悟空 游戏科学官方发布了单独的性能测试工具 可以自由设定画质参数 非常不错 作为一款2024年的全新游戏大作 黑悟空对GPU的图形性能要求非常高 画质表现力上限也很高 如果4K无脑全开的话 可能RTX4090都招架不住 在不开启DLSS和光线追踪的情况下 1600P画面距离流畅的有点差距 平均帧数在25帧左右 不及格 开启最强光追 DLSS100是可以说非常卡顿 无法正常进行游戏 平均帧数只有11帧左右 当开启最强RTX和DLSS均衡设置时 帧数也勉强只有25帧左右 因此建议搭载RTX4060的各类游戏本能 画质表现要适当降一些 将画质设置为高 光追关闭 分辨率降到1080P左右 同时开启DLSS功能 很容易超过60帧流畅水平 不是极致的画质档能 完全够用了 对了 动作类的游戏要谨慎开启真身成功能 接着来看赛制游戏低平线5 同样通过游戏性能精准测试功能跑分 画质设为最高极致 所有项目测试中都能达到流畅水平 低平线5最新游戏版本 对画质要求似乎有了不小的提高 开启DLSS功能后帧数增幅有限 在博同化2077这款游戏有着大量的复杂光效 开启光追之后对帧数影响非常大 很容易卡成狗 不同场景中帧数变化也非常大 是大家测试的常客了 在最新版本最高画质下 不开启光追的时候比较流畅 但是最强变态光追效果下比较勉强 借助显卡DLSS3.5G15帧数得以突飞猛进 达到了不开光追差不多的流畅水平 效果提升显著 在新球计划这款沙盒游戏 对CPU的考验会更大一些 在最高画质下如果新球上不满生产线 对i914901HX还是有着不小的考验的 总体来说帧数还是比较流畅的 对于画质等来说 有了DLSS3.5G数的加持 2.5G分辨率开启光线追踪 能搞定大部分的游戏 16英寸的屏幕如果降低一些分辨率 比如你用1080P去玩游戏 画质也相当细腻 玩游戏码流畅最重要 从前面的体验来看 红梦游戏本16Pro主打的是相对轻薄和积极的性能释放 通过高端CPU高配屏幕和一体式的铝合金外壳 来打造高端的笔记本形象 总体来说第一代产品设计比较成熟 加工质量不错 没有明显的问题 在性价比档眼里这台笔记本性能释放上 并没有什么优越之处 基准跑分游戏性能表现也没有高出太多 让我想想它适合哪类人群 可能觉得雷射游戏本太贵 作为一个昂贵高端本的平T类似于ROG枪声的定位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类游戏本的 虽然红魔在游戏手机这块有着读书意志的味道 但游戏本真的不好做 每一项设题方案前人都可能尝试过 老闪认为这台红魔游戏本亮点其实不算突出 再一代产品可能是要找到更多让消费者心动的设计 好了本期关于红魔第一大游戏笔记本的体验就到这里结束了 虽然它是游戏本 但是老闪后期估计更多会用它来剪片子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нич有详�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编曲 棍子 解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